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传感器参考电压D电路高这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面对存储的故障代码P06A5时,我从经验中知道,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以为标有D标签的特定传感器检测到较高的参考电压状态。 我记得有问题的传感器一直与自动变速箱、分动箱或前差速器有关。 P06A5补充说传感器D的参考电路电压太高,可能会给我另外的传感器代码指出故障的特定方向。 为了确定与所涉及车辆有关的传感器位置和功能,我将咨询可靠的车辆信息源,例如Aldata DIY。 如果应将P06A5单独存放,我会怀疑发生了PCM编程错误。 在诊断和维修P06A5之前,我始终会诊断和维修任何其他传感器代码请牢记高于正常参考电压的条件因为一旦纠正了其他,更具体的,传感器代码,该电压通常就会消失。 我意识到,通常通过开关电路,通过钥匙接通电源,和接地信号为相关传感器提供参考电压信号,通常为5V。 熟悉程度表明该传感器将具有可变电阻或电磁特性,并将完成所讨论的电路。 通常,传感器电阻应随压力、温度或速度的增加而减小,反之亦然。 随着传感器的电阻水平变化、条件变化,和电路电压响应,PCM将电压变化识别为压力、温度或速度的变化。 如果PCM接收到的输入电压信号高于设定的极限,则将存储P06A5,并且故障指示灯,Mail,可能会点亮。 某些型号需要多个驱动周期,出现故障,才能点亮Mail。 当我允许PCM在考虑任何维修成功之前进入就绪模式时,就会发生好事。 维修后,我会清除代码,并正常驾驶车辆,将其交还给客户之前。 如果PCM进入就绪模式,则修复成功。 如果重置了密码,则PCM将不会进入就绪模式,并且我知道仍然存在故障。 严重性和症状存储的P06A5的紧急程度取决于哪个传感器电路遇到高参考电压条件。 在确定严重程度之前,必须考虑随附代码。 P06A5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变速箱结合延迟,或无。 变速箱无法在运动模式和经济模式之间切换变速箱换档故障。 变速箱无法在全轮和两轮驱动模式之间切换。 从低速档切换到高速档。 缺少前差速器结合缺少前轮毂结合速度表。 里程表不稳定或不起作用。 原因发动机代码的可能原因包括,和电压电路盒,或连接器短路传感器故障PCM或PCM编程错误诊断和维修程序。 在开始诊断P06A5之前,我喜欢拥有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例如Aldata DIY。 我还发现便携式试拨器可以帮助诊断。 首先,请咨询我的车辆信息源,以确定传感器的位置和功能,因为它与所涉及的车辆有关。 我可能会继续进行与传感器电路相关的线数和连接器的外观检查。 我会根据需要修理或更换损坏或烧毁的电线,连接器和组件。 接下来,我想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并检索所有存储的故障代码并冻结车架数据。 我将代码以及它们的存储顺序和任何相关的冻结帧数据写下来,因为如果代码断断续续,此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 现在,我将继续清除代码,然后试驾车辆以查看是否重置。 如果立即重置代码,我将使用Devarm在有问题的传感器上测试参考电压和接地信号。 我希望在传感器连接器上找到5伏特和接地。 如果电压和接地信号出现在传感器连接器上,我可能会继续测试传感器的电阻和连续性水平。 我可以从车辆信息来源获得规格,然后将我的实际发现与它们进行比较。 不符合这些规格的传感器将需要更换。 在使用Devarm测试电阻之前,我总是断开所有相关控制器与系统电路的连接,因为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导致PCM损坏。 如果参考电压较高,在传感器处,请使用Devarm检查传感器和PCM之间的电路电阻和导通性。 根据需要更换短路电路。 如果所涉及的传感器是带有网复信号的电磁传感器,请使用试拨器监视实时数据。 专注于尖峰、毛刺和最大化电路。 其他诊断注释,通常提供这种类型的代码,以支持更特定的代码。 存储的代码P06A5通常与传动系统关联。 封面 interven前提供6通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